朋友们大家好 这我们今天逛到了重庆这边 好像是最大的 一个卖清卡的市场 有新的 也有日手的 刚刚了解了一下新的 嗯去逛一下日手的 看哪一样核酸一点 因为我们也没有玩过这个 这种货车 也不懂这些东西 等会我们去看一下 好像这边叫什么 华兰城 对对对对 昨天我们也去了那边迪树湾 就是也是卖货车的 好像是叫什么呢 那个麻将而家具市场那边 对对对 也是卖货车 那边的车没这边多 嗯去逛一下看 走 太大了这里面 可能没有1000辆车都有800辆车 像这些咱可能看都不看对吧 这开不了 那重新去生那种价值镇 这这种脱锅要 要日才能开 那种黄牌的应该都要逼日 对那玩意 我们看了一下 这一辆车 江临凯瑞的 他说是2021年1月份的 150马力 这要价10万多一点 感觉挺新的 但是他这个好像不带通行证 我们也不知道那通行证是什么意思 他就是说组成重庆组成这边 但是我们拿那玩意来也没用 新是挺新的 这辆车 这个轮台好像也挺大的 他说这个是50年的发动机还是什么 我们都不懂 但是这种新车的价格是多少啊 朋友们 这个叫什么 江临凯瑞 他说新车搬下来要156万还是167万 我怕 我怕要不了这么多吧 会不会 服用我们这种不懂的 嗯 他又给我们说这玩意好得很 在清卡里面的话 什么 这宝马奔驰的那种感觉 这帮我们 说的 但是这些都是喷过漆的 这玩意行不行 对哦 咱也 不懂这个 朋友们给咱一点意见吧 这辆车怎么样 这里有一辆车 它这个有尾板的 好像是 带公告的 好像就不用拆 还是什么的 这老板说的 这个车是 7月份上的盘 我看是4月份的车 给它发动了 看了一下 是 好像是 福田 福田奥林 树域 我看是 这个和那边那个价格也差不多 这个要11 11左右 这种新车多少钱啊 我们也搞不懂 感觉这个车呀 感觉要新一点 因为 它7月份才上的牌 这上面 表上显示的是 15000多公里 好像是 到底这个真不真实就不知道了 这个 有懂的朋友帮我们 参考参考一下 还有像这个车的话 新车是 多少钱 它好像是 115个千瓦的 康明斯发动机 因为对货车这东西 我们是真的 一开不懂啊 它这个好像是 是水箱吧 是说 转了这么大一圈呢 就看见 这两辆车 稍微新一点 都是 2021年的车 这辆车呢 福田奥林这辆7月份 我进来看一下它的车厢 好像 有点漏光 那里 那晚 冷的时候会不会特别冷啊 这个车里面 不知道买哪一辆啊 朋友们帮我们 出出主意吧 等着朋友们出主意之后 我们 再下手 对不 因为我们对这个一窍不通 谢谢朋友们的